所谓的非流动资产 我们会分三种类型 一个就是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叫做不动产 也是我们习惯讲的固定资产 另外一个是所谓的折耗性资产 depreation access 或者depreated access 就是我们的地耗性资产 比如说石油或者是森林 或者是金矿、铁矿 这种叫做矿产资源的资产 那我们也是什么 或者叫nature resources 就是天然资源 这也是一个资产 第三个叫做intangible access 叫做无形资产 好 那我们说过只要叫资产一定是 尤其我们在谈什么叫做固定资产 一开始我们有定义 第一个它一定要跟营业使用 已经跟营业有关系的 而且是我自己要用的 不是要拿来卖的 好 那第二个呢 这个资产的使用的年限 或者它能够提供的使用的效期 或提供的经济效益的时间 长于一年以上 那我们就把它界定为所谓的 plan assets 叫做厂房设备 厂房资产 或者比较完整的讲法 就是property plan and equipment 叫做不 这个应该叫什么 不动产厂房及设备 如果中文翻译的话 好 那我们这个我们第九章 其实要分成这三类的交易 所以这张的loading很重 所以我们应该是说 我们的第一次考试 这个其中考呢 大概主要都是在讲这一章 还有我们的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的部分 好 所以呢 我们第一个来先看一下 我们上次已经讲到 这个 这个第九章的谈的资产 我们会分成几个面向来讨论 第一个 什么样的交易 或者是交易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决定你用什么样的会计科目 以及决定你的入账金额 好 那会计科目 大概根据你取得资产的性质 来入账 然后你的入账金额的决定 成本原则 好 成本原则就是到达 可供使用状态之下的 一切合理支出 所以这两个要件 好 那我们上个礼拜也讲了 大概有什么样的交易科目 好 比如说 你买的 那个不动产 其实不动产包含了房屋跟土地 那我入账的时候要把房屋跟土地分开 那房屋入账决定的金额怎么决定 土地入账的金额怎么决定 好 那介于房屋跟土地之间 我们有一个叫做土地改良物 Land Improvement 那什么是所谓的土地改良物 围墙 车道 停车场 还有所谓的景观设计 这种都算是土地改良物 好 那也是一样到达可供使用状态之下的一切合理支出 好 这是第一个我们决定这个资产的入账金额 第二个取得这个资产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因为根据课本的顺序的话 他先谈到第三个期末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会分成持有期间 取得的时候 第二个持有期间 好 holding 这是指会计年度期间 好 那第三个呢 是期末 会计处理 或者是国际会计准则叫做报导期间结束日 end of reporting period 好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处分 我们所有谈的三种三类的非流动资产 就是第九章谈的 Plant Assets Nature Resources 还有Intangible Assets 这三类 我们在讲的流程 都是这四个过程 那我们前面讲的 应收款项 他也类似这样子 我发生什么样的交易用应收款项 然后金额怎么决定 好 第二个 我持有应收账款的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就跟这个 在流动资产的时候 他的持有期间跟他的处分是很像的 因为应收账款就只有什么 只有那个收限跟没有收限 就是发生坏账 好 这两种情形 然后第三个就是期末结束的时候 我怎么去报导应收账款 这个应收款项的这个金额 好 然后当然呢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 在其实在流动资产里面有个Disposal 就是我的处分 那处分的时候 课本上面并没有去谈 应收款项的处分可以怎么处分 也就是说 应收到应收款项 我不一定是要 一直等到债务人来付钱还钱 我才能够收到钱 我一定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可以怎么样出售 或者是当作担保品 那这个地方呢 就会是在中快的时候才会去谈 那我们现在谈的非流动资产 这三类的非流动资产 我们也会根据这四个流程 那因为这两个 但非流动资产它会比较清楚的不同 比较清楚的不同 好 所以呢我们会根据这四个会计处理的流程 来解释它的处理方式 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 你怎么取得的时候 怎么做你的会计记录 好 那当然就是根据 你要记录的时候就要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会计科目 一个是金额 怎么决定 我们已经讲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先谈这个地方 因为课本里头先讲这个地方 好 持有过程里面呢 期末 到了期末 我要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我的什么 成本分配 好 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我的什么 评价 好 我会期末要做这两件事情 那成本分配呢 先谈的是成本分配 什么叫成本分配 也就是说一个资产 除了土地之外 都不会自使从何持有它到最后 它都会维持相同的价值 一定不会一样 因为资产 除了土地之外 都会因为你的使用 而降低了它的价值 或者是因为时间的经过 而降低了它的价值 那所以呢 这个过程里面 我就要做什么 成本分配 那成本分配我们的处理方式 就是提列折旧费用 如果是天然资源 我们一样做成本分配 它的科目不太一样而已 好如果是天然资源的话呢 我是depression expense 叫做折号费用 这个叫折旧费用 这个叫折号费用 但是概念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因为它的资产性质不同 所以用的成本分摊的科目就不同 那如果是无形资产 我用的科目 一样期末要做摊销 期末要摊销的科目叫做 omotization 叫做摊销费用 中文 它只是 意义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因为不同的资产 它的成本分摊所用的科目名称 就不一样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第九章 要谈三类的资产 这三类的资产 它的会计处理流程 跟这里完全一样 好 那这里地方呢 成本的分配 期末要做的事情 第一个是成本分配 那不同的资产 它成本分配用的科目不同 就这样 这三类的资产 成本分配的科目 那至于它怎么去计算 比较复杂的 就是说 比较多选择的是折旧费用 你换了这个成本分配 接下这两个 就很类似了 好 所以很类似了 所以我们只要谈的是 折旧费用 它的计算方式 好 我怎么去提列折旧费用 这个案例就有点像我们的 应收账款 期末要提列 背底贷账 怎么去计算 我的计算方式有两个 叫做准益表法 一个叫资产负债表法 就这样 那我们的折旧一样 我们的提列方式 上次我们有讲过 我们有大致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平均法 好 那平均法呢 课本上面并没有特别去讲 什么叫做平均法 我只是把它归类 归类的两大类 一个是平均法 所以平均法是 每一个单位 它分配 它分摊的折旧费用都一样 我们叫做平均法 好 那你的单位 可以用年为单位 你可以用量为单位 你可以用时间为单位 不管你用哪一种方式 好 但是你相同的单位 所分摊到的折旧费用都一样 所以我们叫做平均法 那另外一个叫做地减法 也就是我的折旧费用会越提越少 叫做地减法 好 declining 好 那declining的办法方式里头 又分成 课本上只有举一种 我会到时候举两种 好 因为这两种是蛮常见到的 好 然后第三种呢 其实就比较特殊的折旧方法 在粗块里头不会提 到你们中块才会去提 什么 有哪类的特殊折旧方法 那是应用在某些的场合 好 比如说好了 特殊的折旧方法呢 我会讲 比如说我的餐厅 餐厅有那个餐具 好 尤其是高档的餐厅 好 我记得当时候是 反正就是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小S没有人不认识吗 对不对 小S她 她的婆家在101大楼上面 不是开了一家餐厅 翘江南吗 好 我不晓得好像什么什么江南就是了 她那时候呢 刚开幕的时候 就号称她那个 吃饭那个高档餐厅的话 她除了食物是 这个新鲜或者是精致之外 她的餐具一定什么 你要很讲究 我记得她那时候讲说 她一个盘子 就好几千块 所以呢 那大家不会是几个盘子而已 一个餐厅要开的话 盘子可能会上百个 那除了盘子之外 还有碗 大碗小碗等等 还有其他的什么刀叉筷子 所以这些的餐具 她也会因为时间的经过 或者是你的使用 她也会 或者是说 不小心打破也很正常 那打破的时候 我还要去算说 打破这个是赚多少钱吗 好 那所以基本上 我们的特殊折旧方法 就会像是 像餐厅 他们的餐具 怎么去提炼她的折旧 好 这个就是特殊的折旧方法 会去使用的一个情绩 好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会等到中换的时候 你才会去谈 所以我们现在谈的折旧 大概把它分成两类 我说到中换会谈三种 好三种就是刚刚谈的一些特殊 行业的折旧方法的计算 好 那这种单数块里面谈两种 我们刚刚谈到 我的方法里面呢 可以分成所谓的平均法跟地间法 好平均法里面呢 我们又可以分成直线法 好 课本上面有一个直线法 还有什么 生产数量法 unit of production 就是生产数量法 那这个平均法的意思是说 这个平均 那个直线法呢 是用年为单位 它这个资产可以用几年 那生产数量法呢 我是根据这个资产 这个机器好的 通常会用那机器比较多 它可以生产多少数量之后 它就挂掉了 像影印机 好影印机通常呢 我们都会去 影印机的生产公司呢 大家就想 都会去评估 这影印机大概可以生 可以印十万张 十万张之后可能就 效果就不好了 或者是 它要发现的维修就非常的高了 那与其这样的话 你可以干脆把它太旧换新掉 好 所以这个时候 我用生产数量法 因为每一段时间的 影印的数量不一样 所以我不适合用年为单位 或是用时间为单位 这时候我就用什么 用数量为单位 那这样子的 我说重点是 它的特点是 每一个年度 如果用年为单位 每一年分摊的折旧费用都一样 如果以生产数量为分摊的基础的话 每一个生产量分摊的折旧费用都一样 所以我把它界定它叫做平均法 因为每一个单位 你分摊的金额都一样 所以就平均 好 另外一种叫做Deprint D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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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我的折旧费用会越提越少 所以D减法又叫做加速折旧法 也就是一开始我提的折旧费用比较多 然后越来越少 好 这是D减法 D减法课本举一个 我刚刚讲这两个课本都有 那地减法课本举的一个什么 Ddb 或者是Balance Decli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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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D可能是Double 可能是三倍Triple 好 可能是1.5倍可以 好 所以这是课本有举的 那只是课本举的是倍数余额地减法 那这是两倍 好 怎么算我们会讲 然后再来呢 另外一种 课本上没有讲 但是呢 我们会常常看到的 叫做年数合计法 好 因为课本没有讲 所以我把它写出来 它的英文的写法 叫做年数合计法 好 这个 请你要自己把它做 体系 好 因为课本上没有这个方法 但是我说的这个方法呢 非常常见 所以呢 我会补充进来 好 那因为国际会计准则里面 也没有讲这个方法是没有允许的 所以 呃 我让大家能够比较完整的 好 所以 都两种 好 大家就比较容易 呃去 那个记忆它 好 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谈呃 这个今天要谈的第一个 呃流程 就是第一个要谈的议题就是成本分摊 好 那成本分摊 用的会计科目 好 这边 折旧费用 然后呢 它的代方呢 累计折旧 accumulated depreation 然后这个呢 累计折号 accumulated depreation 好 depression 然后这个呢 也可以有用累计摊销 accumulated amortization 好 这是它的相对科目 这是 费用科目当然在接方 那代方科目呢 好 就是累计折就 累计摊销 累计折号 好 那累计摊销这个部分 我们还会再谈 它另外一个写法 在代方的科目 好 所以这是 其末要做的事情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 它的成本分摊 那成本分摊的方法 有这些 那我们上个礼拜 祈求奖 我要做成本分摊 要三个数字 加一个方法 三个数字 哪三个数字 取得的成本 也是入账的金额 第二个 我估计 它可以用多久 或者是我估计它可以使用 可以生产多少数量 第三个 哎 既然我估计的年限或生产数量 生产完了之后 它有没有剩余的 现金价值 我们叫做残值 所以我们要三个数字 一个是它的原始的成本 第二个是它的 useful life 耐用年限 第三个就是它的产值 我需要这三个数字 来做它的折旧 这是它的成本分摊 所以我成本分摊需要三个数字 这三个数字 加一个方法 这四个方法里头你挑一个 好 我就可以来算我的折旧费用 或者是我就可以来做我的成本分摊 那请你记得 这三个数字 后面这两个数字都是什么 估计来的 都是估计来的 只有成本是确定的 我们成本原则就已经决定 我的入账 我取得的成本是多少 所以只有这个数字是确定的 接下来这两个数字都是什么 估计来的 那我要去界定它是估计来的 还是 确定的 原因就是在于 如果它是估计 那有没有人讲估计 它一定 一定是百分之百正确 不会 现在是估计在这个时间点 我估计会是这个样子 时间经过之后 也许有其他的条件改变了 所以我的估计的结果 就会做一些调整 所以我们在会计里头去定义说 如果你是估计 因为时间的经过 或者是你管理的政策的改变 所发生的变动 我们叫做估计变动 估计如果发生变动 不做既往 也就是说 时间经过了 因为开始的时候 我认为我这个一下好了 像那个摩托车 好我本来想 我骑了四年 我就不要骑了 我就要把这个车子 处分掉了 所以我估计 那种年限是四年 那结果呢 我靠 因为很多同学 大一刚进来的时候 当他们导师的时候 第一次 我就会找他们来了解一下 就是 当然就是 第一个也是让同学 先了解一下学校的环境 然后第二个也是看看同学 进来的学校一段时间之后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那所以 当我是当大一的老师的时候 我都会做这件事情 跟同学一对一啦 或一对二的 这个 约谈 然后百分之 至少一半以上 甚至更多 同学说 好我大学毕业之后 我就不会再念了 准备去工作 我觉得念的很烦了 好 好 所以假设他买了摩托车 那时候就想 我骑四年 四年之后 我就要把它卖掉了 好 我就要开始 回到我的 这个所谓的户籍地 或什么的 好 那结果呢 三年之后 三年级的时候呢 发现很多同学呢 哎 开始准备考试了 好 那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考 因为大家都在考 所以我只好跟着考 所以就变成 他很有可能 这辆摩托车 会从四年 假设念这个研究所要两年 他就要骑六年 好 所以 这种叫做估计变动 我一开始 买到这个摩托车的时候 我认为我只要骑四年 我就不骑了 我就把它卖掉 我就要回回家去了 结果呢 骑了三年之后 发现 嗯 我可能不是只有骑四年喔 我可能必须骑他 骑他六年 所以这个时候 等到你已经经过了大三 已经三年之前 三年呢 前三年你都用四年 去提列折旧囉 那你第四年开始 你认为 你会再继续骑三年 所以这个叫估计变动 所以整个摩托车 你不是骑四年 而是骑六年 这个叫做估计变动 这种估计变动 前三年已经提的折旧费用 我们就不管它了 叫不硕即往 我从第四年开始 我重新去根据 我还有剩余三年的时间 去提列折旧 好 这种叫做估计变动 好 这些估计变动 为什么不说既往 我本来大意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想的啊 那谁说我这样想以后 我绝对不能改变呢 没有啊 每个人的想法 每个人的自愿都不断的 因为你接触到的环境 或者是你看到的世界 或者是别人给你的刺激 你都会去改变你的原先的计划 这个本来就很正常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好 所以估计变动 为什么不说既往 好 所以这个原因 你把它搞清楚了 之后 未来你发生了一些交易事项的时候 会发生一些交易的情境 你就要先去判断 它是属于估计变动 原则变动 还是错误 因为它的创技处理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所以你要先界定 它是属于什么性质 之后你后面的会计处理 就很清楚你该怎么做 这样听懂吗 好 所以我刚刚会一直没讲 强调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数字是估计来的 为什么我要强调它是估计 因为如果未来时间经过之后 我发生了估计变动 那我的会计处理就不说既往 我不会去做前面的错误 当做前面是错误的 不会 因为我本来一开始认为只齐四年 本来就是啊 我没有任何错误啊 只是因为时空改变 我改变了我的志向 跟我的人生规划而已啊 没有错误 所以不用追溯过去 所以只要是估计变动 给你记得 不溯既往 为什么不溯既往 因为 这是本来就是估计 本来没有说 我当时候估计这样 它永远 不是永远 它一定是会按照我的估计去做 那不会啊 好 所以估计变动 不溯既往 请你要把它搞清楚 我们的会计处理的观念 或者它的逻辑是什么 好 所以我要这三个数字 加其中一个方法 来处理我的所谓的折旧 所以我们会做成本分摊 那我们要提一个名称哦 好 我们要提一个名称是 没想到我的字写的这么大 好 好 我要提一个名称 我的可折旧成本是指什么 我的可折旧成本 可折旧成本就是我的成本 减掉我的估计残值 这个叫做可折旧成本 好 可折旧成本意思是说 我可以提的折旧金额有这么多 这叫可折旧成本 那从这里去衍生出来 我的可折旧成本就是我可以提的 折旧金额的最大数 然后第二个我要再告诉你一个名称 名词什么叫做 but value 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就是指成本 去减掉累计折旧 什么叫做账面价值 就是账策上面 我们说了 在会计里面的book是指账策 账策上面的价值 什么是账策上面的价值呢 就是它的原始成本 减掉累计折旧 那累计折旧一定会根据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费用科目当然年度结束 就会结清啊 但是累计折旧 我们在讲第三章的 调整的时候就已经有讲过 我的累计折旧 会跟着资产的科目下面 它是一个减项 因为累计折旧在贷方 而我的资产发生的时候是在借方 所以它跟在资产的下面 它就是一个减项 所以我的账面金额就是 成本减掉累计折旧来的 这样看懂吗 那我的累计折旧 不是一开始就满了 而是会因为时间的经过 而让我的累计折旧 越来越多 但是我的累计折旧 最多只会等于什么 可则就成本 最多只会等于可则就成本 好 那从这些的叙述里面 我会衍生出一个结果出来 也就是说 我的账面金额 好不value 我把它缩写了 永远只会大于 最多等于什么 残值 好 这些观念 你就把它建立起来之后 我们在计算 我的成本分摊的时候 就会用到 好 所以请你看一下 从我的折旧方法 提到 我提列折旧的时候 成本分摊要需要三个数字 加一个方法 好这些就谈完了 开始 我要提醒你 有一些的名词出来 什么叫做可折旧成本 就是我所有的成本 减掉我的残值 就是我最多可以提的折旧 金额 叫可折旧成本 那我的账面金额 是怎么来的呢 是成本减掉 累计折旧 那累计折旧怎么来的 前面成本分摊啊 我每次 期末提列折旧的时候 我是不是借折旧 费用带累计折旧 那折旧费用 费用科目 会因为年度结束而结清 这是我们在第四章讲的 我的会计年度结束的时候 reporting period 结束的时候 报导期间结束的时候 我的损益科目 损益表的科目就要结清 所以什么是损益表的科目 收入费用是我的损益表的科目 所以我要结清 但是我的累计折旧 一开始我们提的折旧的时候 是不是借折旧费用 但累计折旧 这个累计折旧的科目 会跟着这个资产的底下 它是一个实账户 不会结清 因为我说了 它文字上面没有一个 什么费用啊收入 所以我说 如果你看到 没有什么什么收入 不是什么什么费用 百分之九十九 它不是损益表的科目 所以累计折旧 有没有费用 有没有收入 没有 所以它大部分很有可能 它就是什么 非损益表的科目 那不是损益表 我们也讲过 所有的会计科目 不是损益表的科目 就是什么 资产负债表的科目 所以这个科目 已经跟着资产负债表 跟着资产负债表 这个科目会跟在哪里呢 跟着它相关科 资产科目的底下 因为它在债方 所以它是一个减项 好 所以累计折旧 是前面的调整而来的 累计下来的 叫累计折旧 好 或叫累计 或叫累计折旧 都可以 好 所以我的账面金额 是成本减到累计折旧 那我的累计折就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的账面金额 就会越来越小 对吧 我的成本是固定的 我的累计折 就会因为你的体力 而越来越大 虽然你减下越来越大 你的账面金额 就会越来越小 但是你要特别留意一件事情 我的账面金额 永远不会小于残值 最多等于残值 在我的年限 还没有起满之前 我的账面金额 一定大于残值 当我的年限 起满了 Useful life 已经到了 顶了 我最多就是等于残值 好 所以这个地方 这几个点 你要先把它记起来 记起来的原因是因为 到时候我们在提列 算折旧的时候 这些观念会用到 好 讲清楚吗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用课本上面的例子 好 所以请你看一下呢 我们的432页 好 就提到了 应该431页就开始讲折旧费用 好 折旧费用 其实在第三章已经有讲过了 怎么是折旧费用 折旧费用 就是期末要去做调整的 那折旧费用就讲了 它是一个什么 成本分配的过程 好 然后借由它的什么 提供的服务 或者是它的那样年限 好的 这个期间 然后呢 有合理的rational 还有系统的方法 来提列它的折旧 做成本分摊 这种叫做坑 我们的这个名称叫做折旧费用 好 那432页呢 他说折旧费用就是一个什么 成本分配的 但是呢 他只是做成本分配 折旧费用 提列之后的账面金额 账面金额 不等于fair value 跟公允价值无关 跟公允价值无关 所以我们这边的value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好 所以我的账面金额 跟公允价值无关 所以我不是说 我做了成本分配之后的 账面金额就等于市价 公允价值不一样 好 所以在432页一开始 就告诉你了 所以这是一个成本分摊的过程 但是不是一个什么 评估资产价值的过程 好 他不是 好 那我们有折旧 可折旧性资产 好 那但是只有土地 是不提折旧的 好 这是上面都已经有告诉你的 好 在432页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我提列折旧的时候 其实你看一下有三个数字 好 它的因数 或者是它的factor 它有哪些的要素要来做考虑 第一个呢 就是什么 成本 好 我们一开始取得这个资产 任务多少金额 就是我的cost 成本 第二个是useful life 就是我的耐用年限 好 那你如果是按照数量 生产数量法的话 就是我估计可以生产 或者提供的服务的量 好 这是我的什么useful life 广义的讲 那useful life呢 可能请你先想想看 耐用年限呢 我们的决定 怎么决定 我怎么决定它的耐用年限 有两个年限 选它比较短的 当作我的耐用年限 一个叫做physical life 物质年限 一个叫做ignomic life 叫做经济年限 好 也就是说假设 我有这间教室 中山大学 我想 现在已经35年 36年了 我想再经过 就算学校要整病 我不晓得了 我们基本上 假设我们还是会叫做中山什么大学好了 好 这个校医部在推 学校合并嘛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这边教室 我们都会什么 持续的使用它 好 那我们在教室里面的一些设备 比如说好了 我又一定要什么 单枪 好 这个上面的单枪 我一定要有 所以这个单枪呢 它是 因为我这教室 使用的话 我就需要用单枪 因为来提供 我们的上课的需要 所以它这个叫做economic 就是我的经济年限 因为我上课就需要这个单枪 好 所以这个经济年限呢 假想说 这个教室我会再用个50年 所以它的经济年限就会有 我的需求就50年 好 但是你想这个单枪 这种 这个所谓的 用电的产品 它可能用不了那么久 三年 五年 可能五年之后 那个单枪就会有什么 晃动啊 或等等的因素 所以它的物质年限 这个单枪 这个机器本身 大概只能用五年 所以物质年限就五年 但是这间教室 会用到这个单枪的经济年限 要50年 我选它比较短的 当作我的 这个useful life 就是我提炼 折旧的时候需要用的 所谓的耐用年限 好 所以 这个就是怎么去判断 你的useful life 就是你的物质年限 跟你的经济年限 选它比较短的 假设说 我们现在这个单枪呢 我刚装 所以可以用五年 但是呢 因为这个教室呢 我们估计 未来呢 我们可能会搬到 我们还有一个人舞校区 好 这是我随便讲的 但这个人舞校区 什么时候建好 什么时候会去启用 我不知道 所以我随便讲说 假设 这个教室呢 我们估计再用三年 我们就要把它什么 废弃掉 然后整个搬到 人舞校区去了 所以这个教室 可以的经济年限 就三年而已 我会再用它 只有三年 那物质年限也五年 好 那我的 假设这个机器 绑在这里 我会把它拆掉 好像 成本太高了 我把它拆除 然后要再搬到那个地方 好 那我觉得所花的 这个所谓的搬迁移费用呢 还不如我干脆 直接去买一个 新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的物质年限呢 虽然有五年 但是我认为 它的经济年限 只有三年 所以两个 选它比较短的 经济年限 三年来提列 折久费用 这样搞清楚了吗 什么叫物质年限 什么叫做经济年限 好 useful life 就是根据我这个资产 我认为可以使用的时间 来做我的折旧费用的摊销 好 那再来第三个呢 请你看一下呢 433页的 好 叫做残值 好 redual value 就是残值 好 我另外一个写法 这个比较短 selevage 这是残值的意思 也就是说 残值就是指 当我的年限 useful life 到期了 或者是我估计的 useful life 已经到了 我还可以把这个资产 卖掉的 剩余现金价值 卖掉 拿回来的现金 所以我们叫做 剩余现金价值 就是我的残值 好 这三个数字 这三个数字 我们分别去解释它的意思了 好 所以呢 后面433页会讲 它的折旧方法 它提了三个 stride life 就是我这边的直线法 第二个 unit of production 好 叫做什么 或者unit of activity 好 它如果unit of activity 就是什么 也是可以讲 是UOA 好 也是叫做生产数量法 或者是 作业活动 这个作业数量法 就是activity 有时候是叫做业 就是工作的作业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这三个方法 好 现在看一下 后面给你的例子 好 假设呢 这个成本有13000 估计呢 它的剩余现金价值有1000 然后呢 估计它的耐用年限有5年 好 或者呢 它的使用年限呢 可以有10万公里 假设它这应该是什么 假设一个车子 delivery trunk 运输的卡车 就是送货用的卡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这样子的一个资料 我们怎么去算它的折旧费用 好 第一个我们说 我们先从它的年限来看 它的折旧费用的计算 我说呢 我们到了 我们的会计很多在计算是 因为我们的科目决定之后 我们的金额怎么决定出来 好 所以我们重点很多都在算 它的金额有多少 所以第一个直线法的话呢 我们的成本 好 一万三千 好 估计呢 那用年限期满之后 我还可以拿回来的 残值有 一千块 好 这是我的可折旧成本 好 年数和计法去乘上 你有几年 你可以用五年 每一年提列的折旧费用 就是一万二的 所以一万三千减到一千 除以五 所以每年提列的折旧费用就是什么 一千 两千四吗 好 所以我们在一千二除以五 一万二除以五 所以是两千四 所以我每一年提列的折旧费用就是借折旧费用 带累计折旧两千四 好 如果是什么 unit of activity 或者是unit of production 好 生产数量法 那我的UOA 好 因为课本是有activity 我就UOA 好了 那一样我的成本 减掉 减掉估计残值 乘上呢 我估计可以开十万英里 所以每一英里 我要提列的折旧费用是多少呢 一万两千除十万 所以每英里是0.12元 好 那你看 今年我开了多久的 多远 好 就可以去算出我的折旧费用 好 所以你看一下 那这边呢 第一个 每一年提列的折旧费用 在Electration 9-8 好 我每一年提列的折旧费用就是什么 两千四 那第二个呢 如果是你根据什么 根据你的这个 生产数量法 unit of activity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我们的435页 好 435页 你可以看一下呢 435页 如果根据我的 生产数量法 好 那我每一个单位 我要分担的折旧费用是0.12元 那假设呢 我今年开的是一万五千公里 好 2017年我买 1月1号买这个卡车的 然后2017年呢 我一共开了一万五千公里 所以一万五千公里 你去乘上0.12元的话 我提列的折旧费用就一千八 这是我的Eletration 9-11 就已经列在那里了 好 所以 这是435页 好 根据 它每一年提的折旧费用不一样 如果根据unit of activity的话 我每一年提的折旧费用不同 但是我每一个单位 每一英里 分担的折旧费用是都一样的 所以我们叫做它是平均法 但是它不是一年为单位 因为每一年你开卡车的距离不一样 所以像第一年 2017年我取得的时候 我开一万五千公里 第二年呢 2018年我开了三万公里 三万英里 三万英里 可以乘以0.12的话 那我就是一万 这个 我的折旧费用呢 就是三千六 好 所以它的累计折旧 就是把每一年的折旧费用一直往下加 好 那一样 如果按照我原来估计十万公里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跟一万 最后一年 好 2021年 刚好是什么 开了一万公里 好 所以全部加起来就是四万公里 好 那当然了 这个我们未来会去讲 如果不是这样的结果的话 好 假设 好 假设 好 我现在讲一个情形说 好 假设呢 我在2021年呢 我开了是一万五千公里 按照Electration这边九支十一 好 我用生产数量法 我一样用生产数量法去算 好 那我呢 假设Total呢 我认为我可以开十万英里 结果呢 所以我算出来 我每一英里要分摊的折旧费用 是0.12元 好 2017年 像他写的一万五 2018年 假设是三万 好 这是跟他一样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好 他刚好也是五年 可是不见得是刚好五年 因为十万公里 十万英里 我可能开十年就买了 也说不定 好 所以假设呢 我就刚好开到2021年的时候 我就 我就已经这个车子 我已经决定 要把它冒费掉了 好 所以呢 假设是这样 我让课本 呃 两万 好 两万 那两万五 好 结果这边呢 我开的是一万五千 好 请问一下你每一年提列的折旧费用 是多少 每一年提列的折旧费用 好 我的 折旧费用 第一年 因为我现在total呢 认为是十万 对不对 所以我这边已经算了 我每一英里是0.12元 所以第一年 我这边刚刚已经算过了 是一万一千八 第二年已经算过了 是三千六 好 因为他是用欧元 好 三千六 好 第三年呢 跟课本都完全一样 因为我 我到这里为止都还是一样 好 是十万公里 十万英里 所以两千四 好 然后呢 这边呢 是三千 如果最后一年 一样乘上 0.12的话 我是不是一千八 跟这里一样 好 请你看一下 合计起来 你提列的折旧费用 全部有多少 累计折旧有多少 一万八 加上 三千六 加上 两万四 两千四 加上三千 所以我全部有 一万两千六百 如果按照0.12元的折旧一路算下来 我算到2021年的时候 我的累计折旧就有什么 一万两千六百 那我们刚刚这边写了 我的账面金额是成本一万三千 减掉 假设我到2021年 我的折旧费用 账面金额有多少 减掉一万两千六百 这等于什么 剩下四百 但是我当时我讲 我的残值 估计有多少 有一千块啊 到2021年 我的残值估计还是一千块啊 那是不是就让我的账面金额 小于残值了 是不是这样 对不对 好 因此 除非我的残值有改变 如果我估计残值没有变 因此我要讲的是 你最后一年 这个时候你的折旧费用 就不是这样子算了 这个时候叫做什么 估计变动 我原来估计 它只会开十万英里 结果开了多少 开了十万零五千英里 所以最后一年 我叫估计变动 估计变动 不硕计 因为我只算 那个2021年开完 我就打算 这辆车子已经不要了 然后它的残值也是一样 一千块 所以最后一年 我只能提列的折旧 就不能按照原来的 是那个 这个金额 按照原来的 使开的英里数 去乘上我的残值 那个 每英里要分摊的金额 而是直接什么 我只能做 最后呢 我只能承认的折旧费用 就是一万 一万多少 一万乘上百分之 就一万两千 一千两百 好 我最后呢 最后一年 我能够提列的折旧费用 就一千两百 因为我要让它的 金额还是一万二 好 累计折旧一万二 所以我的账面金额 等于一千 等于产值 等于我的产值 一千块 这样看懂吗 那最后一年 就是估计变动 我原来估计 只能开十万英里 结果开了十万零五千英里 所以你不能说 那我这边要什么 用十万零五千英里去算 不必了 好 不需要这样做了 因为我们说 这叫估计变动 不硕即往 好 所以最后一年 请你记得 像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记得你不要做 闷着头 直接 开的那个 使用的英里数 然后直接乘上 我的每英里分摊的 折旧费用 好 那你这样算就错了 好 因为最后一年 我的发生的是 估计变动 那我们说了 估计变动 不溯即往 这样听懂吗 好